今天大家高不高興啊 高興 是不是有一位特別的人物要來啊 對 高興的舉手 舉手是不是 很抱歉 舉手 你們為什麼那麼興奮 因為他很帥 那個人很帥是不是 對 但雅河很興奮嗎 興奮啊 為什麼興奮 對就是那種很有才藝的男生 很有直 一見鍾情的感覺 那小鈴呢 小鈴 因為他有很多種樂器 你最喜歡他哪一點 就是很多種樂器啊 說不出來我都好新婚喔 你吃不出來 Apple呢 因為他很帥啊 然後才藝又很棒 就很會做子弱曲啊 鋼琴才得很好 太多才藝了 我這邊要問到大雅了 你呢欣賞他哪一點 我欣賞他的才華 還有口條 口條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這是我個人的癖好 就是如果這個人很有才華 這個人很有才華 所以他講話就台灣隔壹 台灣隔壹 就會口粉 但他口條很好 你們看的都太淺了 帥 不能當飯吃才怪 我意思說帥啊 然後才華啊 然後譬如說附加條件太多了 但我看到他是內斂 有理想 然後孝順 然後有報復 今天呢 第一位是從2005年 我愛黑社會 一直期盼著他 在2006年 終於呢 很賞臉 來我愛黑社會啦 眾所矚目 引頸期盼 蓋世英雄 黃麗虹 餅乾 餅乾 還挺餅乾 太過分了 真的發餅乾啊 這是我跟妳做的餅乾啊 你也過分了 真的 因為那個我 對啊 剛剛來 剛剛來的路上 根本就送了那個 現在是自己的 自己做的餅乾 愛的餅乾 有感覺齁 你看我們班 我跟你講我們班在餓食鬼啊 餓食鬼 愛吃 愛吃 掌聲加尖叫 愛吃的王麗虹 好開心喔 你好麗虹 因為是看著他成長的 對 對 對不對 你平常是有注意 玩黑社會對不對 有當然有 所以欣賞本節目哪一個部分 就是 特色 氣氛 氣氛 氣氛搞得好 搞得好 喜歡他們在後面 不斷的變換 笑容 還有 對你們在那個VPOWER的演出 印象特別深刻 哎呦 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對啊 一整個醬子妹妹出來對不對 對 因為 是有每次看到 就是我們 我愛黑社會之後 他對年輕人就有特別的想法 也有特別的想法 這音樂部分 這音樂部分想要幫他們 好好的塑造一下 對 對不對 不過在這邊呢 來到這個位置 總之要分享一下 他們這個年紀 18歲的時候瘋狂的事蹟 最瘋狂 在 其實 在工作方面也很瘋狂 對 他出道了算十年了 對 所以18歲我已經在籌備我第一張專輯 那時候秦迪貝多芬還記得嗎 對 你記得嗎 幹嘛笑那麼開心 你認識才五歲啊 沒有 因為MV裡面 一個瘋狂有屁股 好可愛 對 你還記得嗎 我 我記得 我 你怕我講 趕快接話 這個這個 講到這個事情呢 其實有 有點傷到我心啊 來到Channel V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有故事 因為我出了這個 秦迪貝多芬之前 我18歲的時候 我來應徵Channel V這份工作 VJ VJ 然後呢 真的假的 我被淘汰了 沒有 所以你那時候是應徵VJ的工作 因為國語太爛了 你那時候介紹什麼歌曲 沒有 就是有段子 就是我記得就是有那個Key版有沒有 對 藍版 對 然後要我自由發揮 然後要我背一些 然後看一些那個大字報 然後唸 然後又不太會唸中文 你現在有沒有自信好好把VJ這個工作做好 介紹你自己的歌有沒有辦法 其實最近在Channel V也有很多那種 你要不要先看一段 好 好 介紹你給我 我們直接幫你反轉 你要介紹你 來 鏡頭給他 鏡頭給我 那個那個 角落 大家好 我是王力宏 我是今天的 Guest VJ 那我最近出的新專輯叫做 蓋世英雄 這次是融入了嘻哈音樂 跟京劇跟歌曲音樂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接下來 一起來欣賞一支音樂影片叫做 情敵貝多芬 沒有 還有小袋子 麻煩 掌聲鼓勵 不過還是要分享十八歲瘋狂的 十八歲瘋狂 想要跳開有沒有 不過他剛剛講到VJ是蠻瘋狂的 對啊 你覺得這已經蠻瘋狂 被拒絕的感覺 感情的 大家比較想要了解感情 十八歲那個 就另外一刀 有人會拒絕你嗎 其實那個時候十八歲 那時候感情是 剛開始一段 刻苦明星的 刻苦明星的 刻苦明星的戀情 然後呢 就 開始要念大學了 然後就看到 班上的一個女孩子 然後就過去 你 你說好 我不要 叫我 他上節目說 你少碰我身子 這個碰了 對 這個說 是 那個感情 對對對 有一段 刻苦明星的感情 然後 持續了 四年 半 四年半 一半個中國人 跳碰了 你是中國人 一半 會選 哪邊跟哪邊會選 美國跟中國 美國跟台灣 算是 中美混學 有 所以 然後 他也是 在學中文 跟我一樣 在同一個班上 後來 有下文 有下文 懷孕 沒有什麼下文 就短短的一個戀愛 刻苦明星 沒有 沒有短短的 四年 算是 有料的 有料 有料 四年一起成長 那種感覺不錯 現在 有沒有碰到過 就是碰面的機會 還是會聯絡 還是會 還是很好的碰面 你跟前女友聯絡 對啊 你這種型的男生 恐怕不可靠 什麼意思 你會跟前女友保持很好的關係嗎 非常好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 大家都有特別的緣分嘛 然後建立了一些感情啊 一些很好的關係啊 然後彼此信任 彼此了解 那為什麼要 也是 對不對 不過妹妹啊 對李鴻 很多疑問對不對 你們覺得李鴻 是不是 迷一樣的男人 是不是 好 今天呢 開放妹妹先問問題了 好不好 讓她了解你更多 來 現在有點緊張 因為我知道他們都很大膽 很大膽 但是OK 尺度邊緣啊 好 好 舉手發問 來 Akina 聽哥 我想請問啊 你出道那麼久嘛 那出道以來 發生過最糗的事情是什麼 最糗的事情啊 蠻多的啊 像 今年金居家就蠻糗的 對 這是內心世界的探索 對 這個節目啊 全球華人 包括香港地區的 莫文貴小姐也看得到 對 對 但是呢 球也是 球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也沒得躲啦 比較覺得比較糗的事情 比較尷尬啊 你知道嗎 我覺得她蠻好的 你知道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一幕 有 有看到嗎 就是 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那個狀況 就是 因為當天啊 王力宏 然後 黃麗星 然後王洪恩 然後 都有王跟紅 反正都是 要宣布大家緊張嘛 然後要這樣 王 本來要 王力 然後因為王力跟黃力 然後王力的時候 他以為是他 我們也以為是他 抱在一起 他行的時候已經被掌聲啊 尖叫蓋過去 把他衝上去 那個形式我完全沒聽到 我也沒聽到啊 因為王 然後我要跟王洪恩在那邊 對 然後旁邊的人就尖叫了 所以我衝上去了 對 然後結論還是頒獎人 真的 對啊 因為 然後我已經 那個 已經講座了 從他手上 這樣子 然後給他抱 我說 不是你 不是你 別人跟我講 對 很尷尬 然後我就 擺一唱 就要看到 對 你會看到我的臉 會是這樣 可是後來他就慢慢 那小朋友這樣 跑回去 坐好了 一直在壓 就開始 那他真的感覺到家教很好 他還繼續把人家拍照 在這邊給他 擬補一下 也是本班啊 心目中的最佳歌手 對 還有誰 來 子萱 來 就是 老師你最不喜歡哪一種型的女生 老師是 你第二個是老師 不敢當啊 不喜歡 哪一種 不喜歡很假的女生 這一次 哪一種 哪有假 哪有假 他想一吹很自然的樣子 那是怎樣 就是 呃 就譬如說撒嬌過度 或者是那種 做做 嗯 對對對 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 示範啊 你演女生啊 然後講到我做 黃立鴻這樣 哦 好不好 那你還 譬如說你要來跟我打散啊 OK OK 好不好 你是黑人好了 我是黑人啊 對 然後我是那種 很假的人 很假的 對 牛 假牛 假牛 好欸 音樂 輕鬆的 輕鬆的 OK 我很練舞 很熱 對不起啦 肌肉好硬喔 對不起 我不好意思了 那你是陳建宗嗎 怎麼有點像啊 哇 跟電視上帥欸 就是那種你知道嗎 就是一直 就是公為你的話 對 一直公為你的話 請問一下小姐 你有什麼事嗎 沒有啊 我只是很愛看你的節目啊 然後覺得 怎麼有那麼帥的男生在這裡 帥 我這個承認的 但是你不要講 我覺得有點尷尬 對 那 請問 這個手錶多少錢 怎麼講那麼物質 所以你也討厭人家這種 我這個這個也 所以你直接這樣亂問 對對對 你碰過嗎 我也碰過 我也碰過那種 碰過你什麼 比如說 你看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我看到 哪一個耳環啊 好漂亮啊 你不喜歡這種女生 拜金 物質 對 Gold Digger Gold Digger 那個 Kanye West的新歌 就是 拜金女郎的那種 拜金女郎 然後做作的 本班做作的舉手 沒有 沒有這個 有人本來要舉他 我曾經被人家寫過 在兜肌上面寫過 我很做錯 算不算啊 好 這個問題不錯 好 來 下一個問題 請舉手發問 鴨頭 來 請問老師從小到大 最不擅長的三件事情是什麼 很慢的特色 特色菜 厲害 三件事情最不擅長的 我是丟三拉四 所以 所以我可以證明 對 誇張了 我什麼東西都會弄掉 就是我的護照 這也太過分了 這很重要的東西 或者是 很多物質的東西 為什麼我的家裡是 那種 真的假的 家就是 家族四壁 家族四壁 為什麼只是家族四壁 因為東西都弄丟了 你弄很亂 太誇張了吧 對 真的 真的我不敢擁有東西 像我也不會 比如說 買 衣服 家具 車子 我現在在懷疑你會不會開車 我有駕照 但是我不開車 騙人的吧 我有駕照啊 是泡妞比較方便 如果會駕照 其實不會開車 會開嗎 可以開啦 但是 可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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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差一點 對 對 講到車子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這王臉 我剛剛說你們看太淺 有一個很深的事情 可能全球華人都不知道 他父親是一個醫學學者算是很頂尖的一個學者 是感情的 然後他父親他本來想要生日的時候送一個很棒的車 Range Over Range Over 那一台呢 大概 那是我爸我的夢中車 其實很多男人 他這輩子都一直 對 所以 最喜歡那台車子 嗯 因為我爸我也是沒有任何物質的那種 對 渴望 然後他就是可以開一台車在開十幾年這樣 嗯 所以 當我小時候問過他他最喜歡什麼車子 他就講這個Range Over 然後一直寄到現在 然後他最近過了他60歲的大壽 60歲大壽 對 然後 我就跟我們三兄弟啊 我們就一起 一起 一起出錢 其實是一起出錢 然後幫他做了一個生日卡片 然後那個車子 就是訂好了 已經訂好了 對 然後鑰匙也給他了 什麼意思 黑色的 黑色 嗯 然後就是在那張卡片有 那個那台車子的照片 哇 對 還有一個鑰匙這樣 對 結果 但是你要聽結果 他附近的回應 結果他最後還是不要 那 因為他他覺得 呃 太貴 然後覺得那個錢其實是可以去做 呃 更重要的事情 做善事 所以 因為他再過幾年就要退休了嘛 所以他他退休之後 就要去內地 去做一些 他 他的 他現在的Dream 就是可以有一個 那種 像一個Van 或一個Bus 這樣子的一個車子 然後裡面有裝衛星 網路 然後他可以去很多那種 呃 小城市小鎮去看病 然後如果他看到一些 呃 他 就是他外行的 或是他不太了解的病 不知道怎麼去醫 他就可以跟他的那些 醫療團隊 對 醫療團團隊上網 然後拍下來 然後讓他們看 所以 呃 就決定用這筆錢去幫他 就是 之後的 去完成這個夢 也是要成立一個基金會 是王波波基金會 對 到處去議診 這邊要給王波波一個掌聲 對 對 如果我們要看一下 看電視的話 真的 對 就是讓我 希望他趕快退休啦 去做這個事情 真的 真的 立宏你看 廣告啊 然後演唱會 各方面 環境一定是相當好 但是我沒有看過他物質化 從現在 現在呢 就每次出去啊 他這褲子啊 都是 第一張貝多芬的那時候 打貝多芬 哪有 哪有 可是永遠 他有點那些綠色軍褲啊 那個 那個 那個太誇張了 我說欸你這 你還記得那個綠色軍褲啊 然後配一個沙霧鏡的良節 還是什麼 對 現在我穿打歌譜啊 對 這個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然後 這個牙井 黃牙井 完全是不物質化 然後再加上父親啊 這個教育 我覺得是 很多小朋友 除了他音樂部分啊 要學習之外呢 就是要學習他 這一份 精神 這個掌聲在做物化 謝謝 優惠 優惠 還有沒有問題 因為你做很多善事 我沒有沒有 我默默 我們兩個一起努力 共同打拚 好來 還有什麼 瑤瑤來 那個我家全家立宏老師 如果說時間可以倒特的話 那你有沒有最想回去改變的一件事情 是莫文偉那一段嗎 又來了 沒有沒有 這好問題 對 這個好深耶 因為我其實每天 有些人在想這個問題 你常想哦 那我覺得 可能也是家人的 譬如說 像我的外婆 我跟我外婆超好 超親 然後 她去年 有一點點的生病了 對 然後有中風 輕微的中風 但是有影響到 譬如說她的 她的心情 譬如說她說話 什麼的 那因為我最早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一直跟她住 從17歲到大概 三年前四年前 就是跟她住 所以我跟她是非常非常輕的 所以看到 就是其實中風是 可能是今天你沒事 然後 馬上下午就 突然很快 就說不出話了 然後 就很多聲音字就不見了 然後不會講話 所以那個是 我覺得 去年最難過的事情 就是有點嚇一跳 那現在 恢復的還不錯 但是 我還是希望 如果 在那個時候之前 就是跟 跟我照顧她一下 對 對 然後 然後多跟 都跟 就是 跟家人在一起嘛 包括她自己 你為什麼哭 麥克風給她 就是 知道這個 因為 你這個感覺 你為什麼哭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 沒關係 慢慢講 因為我外風去年去世 然後 就 就我很想回去看她 可是 因為我要考試 然後 我很想跟學校請假 可是 不能請假 就 我沒有看到她最後一面 而且她出病我也都沒有回去 來 麗紅酒給我抱一下 來 安慰一下 來 來 你起立 起立 給她抱一下 抱一下 來 抱一下 安慰一下 安慰一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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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胎也跟著哭了 確實是 因為一個偶像嘛 其實 有很多訊息 是用她的歌 或她的詞 或她的表演 散發出去的 那感覺是更不一樣的 因為講一講 你看 有一種畫面會出來 其實 她剛講這句話 有讓我想到 就是最近 我有一個好朋友 對 然後 可能大家也知道 這個 這個事情 從我的第一次開演唱會 1995 1996年 然後在KK Disco 然後那是我第一次表演 然後我的Bass show 就是Bron U Gun 對 然後最近她在七情的演唱會 就是跨年的那一天 2005年12月31號 對 晚上他們做那個在北京的跨年的演唱會 她就剛好沒有看到那個舞台 有一個出入口 她就掉下去了 然後就發生了這個意外 然後突然就走掉了 所以我覺得 你有跟她合作過 我跟她合作了很多年 然後我很愛她的音樂 我也很愛她這個人 所以我想可能最近大家都常常聽到她的她的名字 然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們可以聽聽她的歌 嗯 因為真的是很棒 我曾經在大安聖廷公園的演唱會 那時候大安聖廷公園還開放演唱會的時候 還跟她一起合唱過 唱哪一首歌出 唱黃大維的 你把我灌醉 哇 經典 對 因為剛好 借這個機會啦 嗯 你要不要用這首歌 符合她天上的靈魂 好啊 那當時的歌要先 來來 我們直接用 你要自彈自唱嗎 好啊 那現在就要帶來 你把我灌醉 獻給誰呢 獻給我的好歌們 不讓你幹 然後 那個時候是跟她合唱 那 Brown就換Black 我來代替她 我知道你也很喜歡這首歌 我很喜歡那首歌 我怕破壞音質 不會啦 妹妹OK嗎 OK嗎 OK 小妹人很早給我唱歌啦 我好笑